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隊調》 今天又拍大包位大家報導一些足球資訊 今天要跟大家說 利物浦隊長Henderson受傷的一個最新消息 報導的媒體就是Daily Star Jordan Henderson拍到在醫院 高普領隊也給了大家一個最新的傷勢資訊 隊長Jordan Henderson在馬體會比賽中受傷 傷到大腿筋 現在要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中場Henderson被拍到在醫院接受治療 高普也交代了 隊長Henderson會養傷三個星期 因為大腿筋受傷 這位紅軍隊長是高普的陣中 其中一個必不可笑的一部分 今季 利物浦也是每一場球都在嘗試 改寫英超的歷史 但是這位德國領隊 就會失去這位隊長的中場 在其中幾場的比賽 包括英超、足總盃和歐洲的比賽 高普就這樣說 隊長會大約三個星期 受傷、養傷 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但我們也算是幸運 為什麼幸運呢 因為我們今年也看到很多 大腿筋、大腿筋的受傷 在英超中 例如 哈利簡尼 但Henderson 並不是太差 他肯定不能踢幾場的英超 包括韋斯咸和福特的英超比賽 再加上捉總盃對車道士 他應該是不能踢的 接著是玻璃茅夫那一場 以及歐聯十六強第二回合 對馬體會3月11日 都很大機會是要缺席的 但是高普就說 他不能踢 當然令到他的計劃 不是那麼簡單 要改變 尤其是他們以0比1落後 緊比馬德里體育會 OK 但是他的戰術上的計劃 就不會有改變 OK 他說 除了Henderson之外 其他的球員都沒有問題 相當相當好 所以 我們現在來說 未必需要做一些很大的改變 我們儘管要看看 我們會盡量把撥亂反正 把我們做得不好的事情做好 希望可以在3月11日做一些事情 我們很久沒有輸過球 所以我們可能忘記了感覺 但現在真的輸了 所以那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這不是說三分那麼簡單 接下來的英超比賽 這個是好像從一個陽光晚烈的日子 去到一個很大雨大雨的情況 我們應該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 如果你不想著 不是有個決心去成功的話 我們可能就完全迷失了 但現在我們感覺到差 是正常的 但我們也要很努力去撥亂反正 做好它 所以我們會利用其他的比賽 去做好 去拿回我們的信心 這樣才能設定一個很好的平台 令到我們可以在3月11日做到一些事情 好的 這個報導暫時是這麼多 今天第二單報導 想說說C朗拿道 BBC的報導 C朗拿道已經預備 上陣了一千次 包括國家隊和球會的一隊 上陣了一千次 C朗拿道就預備在 接下來的一場 祖雲達斯的比賽 他們作在SPAL的時候 這個星期六 就會是第一場 他的一隊的比賽 這位葡萄牙的球星 已經踢了835場球會的賽事 164場國家隊的賽事 入了724球球 五次的布朗多 世界祖國先生的得獎者 他在開始的球足球生涯 就在史布亭 那裡他上陣了31場 是2002至2003年的 18歲 之後就轉了會去曼聯 在六年的時間 在曼聯上陣了292次 C朗拿道之後 2009年去了皇家馬德里 直到2018年 他就轉了會去祖雲達斯 大家都看到 斯朗拿道真的進入很多球 2006至2007年 他就進入多過20球 在一個球櫃裡面 第一次進入多過20球 然後就一直進入很多球 斯朗拿道還有得意 他年紀越大 就越來越好球 尤其是在國家隊的情況 在首十個球櫃 國家隊只能進入單位數字 然後在四個球櫃裡面 都為葡萄華國家隊 進入多過10球 黃金馬德里 黃金馬德里 就是對於 得益於斯朗拿道的成熟最多 因為他踢了724場 黃金馬德里的比賽 進入450球 他也在三十一場 史波亭入了五球 曼聯在292場 進入118球 葡萄華國家隊 就在166場 進入99球 祖雲達斯現在 52球 踢了72場 究竟他入球最多的對手 是哪一隊呢 即是斯朗拿道最喜歡 哪一隊入球 就是他對著西維爾 入了27球 對著一個球會 他入了27球 真誇張 但如果在英格蘭來說 他最喜歡的球隊就是熱刺 只有一個球隊 他入了10球 這個真誇張 這個真誇張 他第一個 一隊生涯的 武子氣法 就是曼聯對著紐卡素 2008年的1月12日 那場球 比數就是6比0 他第一次武子氣法 然後他再射多了 總共有 55個武子氣法 真誇張 真誇張 他剛剛的武子氣法 就是祖雲達斯 1月6日 4比0 卡利阿里 的比賽 但是 這個1000場比賽 還有少少爭議性 因為 有兩場 他現在 踢了999場比賽 但有兩場 是Sporting B隊 究竟 那兩場 算不算是正式比賽 這就是有爭議性的地方 但是 他們 比較 這個跟英超不同 英超 例如利物浦 利物浦 的B隊 就會踢回U隊 的聯賽 但是 其實Sporting 就像西班牙一樣 他們的B隊 其實是在踢低組別的聯賽 所以 理論上 那兩場 都應該算是一隊的賽事 因為 他其實都在聯賽中 踢低組別 不過那一隊 就叫做Sporting B隊 這樣 不過那兩場 千浪難度 沒有入球 所以 入球來說 沒有什麼影響 OK 無論如何 如果你計算那兩場 接下來 星期六 他就第一千場 如果你不計算那兩場 他就 下個星期間 對這個米蘭 國際米蘭 國際米蘭 就會是一千場球 可能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因為 伊甲的榜首大戰 無論如何 其實他也是一位 很獨特的足球員 也是一位 五屆足球先生 能得主 他第一場代表 Sporting Tech 現在就是2002年8月14日 對著國際米蘭的比賽 第三、四十四場 就是他第一次代表曼聯比賽 曼聯當場球 以4比0贏了保頓 2003年的8月16日 第80場 就是第一次捧杯 曼聯3比0贏了米和爾 2004年的5月22日 捧到這個足球盃 83場就是第一次代表 葡萄牙國家隊入球 2004年的6月12日 但是那場球 葡萄牙一比二輸給希臘 第三、八零三場球 就是第一個 headtrack 帽子起發 曼聯6比0贏 劉卡素 2008年的1月12日 三八九十三場 就是黃加瑪德里的第一球 黃加瑪德里三比二 贏了Deportivo 2009年的8月29日 第五百十八場 就是代表黃加瑪德里 入了100球 那場球就是里岸 0比二輸給黃加瑪德里 2011年的11月2日 五百七十七場 就是第一次在歐聯 帽子起發 headtrack 那場球就是 2012年的10月3日 黃馬4比1 贏了亞職斯 第六百三十三場 就是第一個 葡萄牙的headtrack 遲些 2013年的9月6日 葡萄牙4比2 贏了北愛爾蘭 才第一次代表國家隊 得到這個帽子起發 七八三十一場 厲害了 這場球一場入了五球 黃加瑪比利 9比1 贏 Granada 2015年的4月5日 七八五十八場 這個也是指標性 他就破了老二的紀錄 黃加瑪德里三比零 贏了李維德 2015年的10月17日 849場 第一個足球員 在歐聯 入了100球 2017年的4月18日 代表黃加瑪德里 4比2贏 拜仁茂尼克 980一場 入了第五十個 武之起發 黃加瑪德里 6比3贏 Giruna 2018年的3月18日 921場 代表 祖雲達斯 開債 2比1贏薩斯索羅 2018年的9月16日 無論怎樣也好 其實無論是 斯朗那道 他的生涯 其實都跟很多數據和紀錄有關 這個可能是他的命運 或者他自己真的很喜歡 不過他也是一代 出色的足球員 看看吧 恭喜他 一千場球 他已經踢了 會不會有機會 去到一千個入球 不過還比較遙遠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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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